货包一间加油站突然窜火 紧销紧急派遣9车16人5分钟赶底现场 也迅速在10分钟内扑灭火势 还好有惊无险没有人伤亡 事发在24号中午12点多 一名77岁老翁开车到桃园杨梅11路 一间加油站准备要加油 却突然失控冲撞加油岛 导致加油机倾斜 压到另一侧正在加油的小客车 瞬间轰一声巨响 加油机和小客车当场起火燃烧 惊悚画面简直吓坏目击民众 所幸当时加油站员工和受搏击的小客车驾驶 及时逃生躲过一劫 可以看到窗火的加油机和小客车几乎烧成废铁 警方事后带相关人回去讯问 像是老翁公称一次车子太老旧 方向盘故障才会酿货 事发当时有紧急倒车靠边停放 加油机遭撞后倒下 连同正在加油的小客车烧起来 警方表示会进一步厘清加油站火烧车造则 老翁也答应会赔偿所有损失